今天台北市的最高温飙迫了32度 所以该怎么消暑迎接延年夏日呢 台北市的自来水博物馆推出台北清水节活动 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 那有不少父母都带着小朋友们换上泳装打洗水帐 现场免费发放了500只水枪 帮大小朋友拿起来互相涉及玩得不亦乐乎 有的人骑上了鲸鱼形状的充气玩偶 在水上游啊游的好悠闲 有人为了快速消暑干脆站在强力水柱底下 一口气凉得更痛快 而今年呢是第十一届的清水节 自来水博物馆推出了12岁以下孩童免费入场的优惠 估计呢整个夏天算下来 人潮渴望突破30万人次 要来抢工暑假商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